今天现场我们依然先来欢迎身后的50位现场的女观众和在线的50位网友欢迎大家 相信今天我们打扮的漂亮亮亮的姑娘一定吸引我们每一位上台的小伙子 其实你知道吗 程雷今天你回来特别高兴 因为上一期节目你不在啊 叶子轩好像心情都不太好 程雷哥哥好想你啊 我送给你一句话 只要程雷哥哥你还待在百里挑衣你还没有结婚的话我叶子轩就不会放弃的 看得出来就是虽然三个礼拜没来但是叶子轩现在已经心情非常的灿烂了啊 你主要是看到了你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大家都知道上个星期我的心情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灰暗的 但是今天我觉得晴空万里然后心情一悦 那为了你我一定就是说更加努力的工作好吗 好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小伙子们闪亮登场 伴依达云我是唯一 沈北来自南京二十九岁是演出经理 好隆重 我们看得出来小伙子看得出来这是一公一母是吧 对对对 没想到狼和猪还能配一对啊 是的是的 而且这个猪一看起你知道没有用瘦肉精 大家好我叫沈飞来自南京 现在做的是演出经理这个行业 主要做的就是这是我们两个这个剧的主演 大家好我叫沈飞 今年三十岁来自南京 现在是北京抽小鸭卡通艺术团的巡演经理 平时我喜欢看看漫画 看看动画片 再打打游戏 然后从事这个工作 每次看到演出的时候 看到小朋友那些欢乐的样子 在我内心会得到然后最大的满足 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在哪公演吗 在云峰剧院 那我们要去就是带着孩子去看一下 欢迎欢迎欢迎 但是小婶你这个牌子有点吓人了 因为这个牌子写的是爱情宣言 你居然写期待与猪猪发生故事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猪妈妈 在我们这个剧里又有智慧 然后又可爱 然后又贤惠 其实就是我心目中的女朋友的形象 我们这其实有一个特别具有童心的女嘉宾 许敏啊 她最大的爱好就唱儿歌 我要求男嘉宾跟我一起唱 那你下来跟他们一块表演好不好 好 圆了你这个童心的梦 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孩吃这种娃娃 好 有一只小猫里我从来也不起 有一天我寻想来唱起这只感情 我手里拿着香皮 被我心里很退意 忽然之间乌拉拉拉甩了一身泥 再换 葫芦娃 葫芦娃 一个腾上七个花 喂 我要不吃东西 陈总 欢迎 儿童聚集后你可以退职了 他可以上岗 是 我准备拼他到我们那儿去当初生 但是我跟你讲啊 今天得要感谢许敏 他下来这一段歌唱完了之后 你已经达到了76票 所以有机会来到台中 有请 好 谢谢 好 其实在这个环节 我们应该先感谢许敏 他给了你很大的信心 而且在舞台上还给你带来那么多欢乐 那么在十位女嘉宾当中 有没有哪位是自己比较心仪的 请在金灵音乐手机上按下他的号码 你的选择我们知道了 那么究竟他们十位对你印象如何 你觉得很幼稚吗 超级幼稚的 就是跟小朋友那种 他不就是给你这样的小孩子看的吗 我 现在很成熟了 欢迎你来看一看 你会喜欢的 我一直在想有问题 前面说什么当狼爱上猪之类的 那你不是把我们这十位女嘉宾都形容成小猪了 小猪挺好的呀 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其实不是狗 是猪 最聪明的 对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你是南京人啊 我01年就来南京了 其实是爷爷 我爷爷是个将军 哦 爷爷是将军啊 对 然后 少将 中将 少将 少将 然后 是新疆军分区的领导 他们当时就是已经算是农肯的了 我 兵团的 对 我爷爷是一个市的市长 市长 哦 叫根正苗红 是这么说 有点这意思 是你拍的吗 对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卡片机拍的 哦 那就这么美了 对 它就是这么美 这个海拔是在3050 这个然后是在和睦 这是几月份的时候 这个是在八月份的时候 这也是八月份 这是卡纳斯湖 就是传说有水怪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薰衣草的田 后面是油菜花 在伊犁 好漂亮哦 也有人说过说新疆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 对 嗯 它集中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 在新疆 对对对 嗯 那你是不是很憧憬一段童话般的爱情 哎 是 我有这个想法 但是像我这种个头 你有多高呢 我一期 哦 因为你的新疆生活 可能那边高个的男人多 我在那儿属于二等残废 就因为新疆 新疆的这个北方人 块比较大 对对对 我妈妈就超喜欢长得不高的男生 对吧 对我妈妈有句话就说 嗯 人长得矮精华 然后我妈妈就觉得 你各自长得矮矮的 然后一定是脑子特别聪明 然后人特别好的 因为我妈妈说人长得高 然后这个长就是直的 然后就是很笨 然后如果长得矮的话再长就是弯的 我同意你们的观点 因为人矮的是头比较重 压得长不起来 人高是骨头比较轻 我觉得 你会觉得像我们这儿个子矮的找一个个子高的 然后走在街上别人不耻笑 如果你的女朋友不介意 你介什么意呢 你个儿不高 你身边站一个很高的女朋友 路人只会觉得 哇 这个男人好有本事啊 找一个这么高的女生 我是1米72嘛 像如果我觉得不会建议你1米71做我男朋友 你看到吗 谢谢 真的 真的是这样 大家是在给你信心 因为你修炼的性格魅力 它远远高于你身高的魅力 有钱时遇见过爱情片子被席卷一空 现在年薪12万 你工作了几年应该不算特别有钱 怎么叫有钱时 难道我理解的含义是你曾经特别有钱过 当时也算是自己运气好 然后跟我们说说 我在刚工作的头一年的两个月 或者三个月的时候 我的月薪是十万 月薪十万啊 对对对 怎么会因什么功能让你月薪十万呢 因为当时 哪个老板这么冲动 我运气特别特别好 我一下子接了将近有 四个到五个的企业V.I 就是企业的 然后对就是包括它的广告 包括它的那个 呃 占传 logo啊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做 就是凡是关于视觉上的 对对对 系统管理的 V.I.接了四个单子 所以这四个单子 让你达到了月薪十万 对 就是这一年里边 你赚了一百二十万 最起码 呃 差不多 哦 那怎么会遇到爱情骗子呢 那就当那个人来跟你谈恋爱 就是冲着你的钱来的 你不知道 哦 我当时是真不知道 你觉得他爱上你了 哎 是 那最后怎么发现 他是爱情骗子了呢 因为在我去谈客户 回来的时候 我们家的东西都没了 啊 什么东西都没了 哎 对 他把你家里东西全拿走了 是的 是的 到现在为止 你也不知道 这个女孩子的下落了 我知道 你知道你没去找她 我知道 我没有必要去找她 你觉得没必要了是吗 对 你看这时候就体现出了 一个新疆小伙子的豁达 我觉得毕竟我们俩开心过 能透露搬走了些什么吗 呃 小到然后我的洗手液都给我拿走了 小到洗手液 大到冰箱彩店全拿走了 冰箱彩店都没拿 然后就是整个所有的 只要是 存款的 什么 存款 存款 然后我这个 就是我给她的 她只是 把里头的钱花光了 然后把卡还给我 就这么 给了给你留了张空卡 然后拿着自己所有东西 对 撤了 对 所以说不要找学艺术的 要找学领工的 那个女孩学艺术的 应该差不多 顺理成章推算 你不能因为 你对我们这种学艺术的人 难道都这么看吗 没有没有没有也不是 你看学艺术的 学艺术的 那还有学艺术的 我真的很想说 就是因为是学艺术的女孩子 才把洗手液都带走 没拿存折什么的 她这不是洗节 她分明就是行为 行为艺术 我觉得如果我学理工科 我脑子很好使 我就计算好 这个冰箱彩电有多重 我找好小宫来搬走 我留着干嘛 我连洗手液都拿 那分明就是行为艺术嘛 对啊 你在碰看的心哪 哪里是洗节 关键是别人拿走洗手液 我不觉得奇怪 他还记得洗手液 不拿走 这才是学理工科 因为那个洗手液 是我一个朋友 还专门从日本 给我带回来的 这是一个限量版 迪斯尼 而且我又特别喜欢 卡通的这个东西 好 如果愿意支持这位小伙子 咱们先准备投票 来 三 二 一 请投票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情况 有很多女孩子 都被你把扑克排亮开 那接下来呢 还可以和我们的女嘉宾 进行互动交流 你想问谁问题 我想还是问一下八号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喜欢儿童的这个东西 是从小就喜欢 还是从 比如说上大学 突然一个迸发 还是这样的 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学前教育 然后我是做enjoy art 然后就是做艺术启蒙 所以说我也很喜欢小朋友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比较 可以跟小和朋友融合在一起 我还想问一句 还是问他吗 对 如果说 我现在抛弃上海恋演出 咱们俩现在就买机票 回新疆里面 许敏可以稍微考虑一下 不需要马上回答 如果你可以马上做出决定 我们当然也希望知道答案 我需要考虑一下 好 允许他考虑一下 因为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了 你还问其他人吗 不问了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好专一的一位小伙子 好像情况已经相当明朗化了 那么接下来马上投票 有人愿意继续给他机会吗 其实其他人已经不重要了 就是你专注的这一位 是否还愿意给你机会呢 因为你的专注 是否会让徐明把扑克牌为你亮开呢 我觉得这种时候 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交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我们先来听听徐明 你为什么最终还是不给他机会 首先很感谢你 谢谢我能够选择我 然后我也很感谢你能邀请我去新疆 去你家乡 但是你知道每个女生心目中 都有一个童话般的爱情梦 然后每个女生都希望 自己是童话里的公主 每个女生心目中的王子 都是那样高高大大的 然后又高又帅 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心中的那个公主梦 其实继续刚才给了我们 男嘉宾很大的鼓励 包括身高的鼓励 但是最后你也还是翻牌了 是为什么 因为很明显啊 站在台上男嘉宾就很喜欢 我们的徐明 我觉得有一种 有句成语叫成人之美嘛 我觉得我没有想到他会翻牌 因为我觉得我理想终结就是 好他站上舞台 然后他们两个亲手 很幸福地离开这个舞台 我觉得哇那才是一个公主 一个公主梦 一个童话般的梦 所以我 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 徐明能够给他一个机会 然后我也希望 他们两个能够成功地在一起 我真的很祝福他 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心愿 真的 如果还真的有这份勇气 我愿意鼓励你再去尝试一下 向徐明表白 愿意吗 愿意 徐明请出列 让他看到你除了身高以外 身上的伟岸 向前走 徐明你有多高 我今身高一级 一七零 因为现在 我的视野在刚起步 而且我有这么大的梦想 我需要找一个 能吃苦的一个女孩 能有爱心的一个女孩 我觉得你很适合 就算是 咱们今天不能走到一块 但是我希望 咱们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如果能跟我回家那更好了 我会一直笑到最后的 我觉得你的事业上 应该多努力 然后我也很支持你 然后你的家乡真的很美 有空不空去看看吧 好 没问题 你们俩这算朋友之间的交流 还是算你勇敢向他表白呀 因为刚被拒绝 心里头还没缓过神 你怎么能缓不过神来呢 来 先忙鼓励他一下 我是想说 如果今天许敏不跟你走 我跟你走 面对谢梦如此主动的表白 男嘉宾将如何抉择呢 倪林竟然做了女嘉宾 难道她为男嘉宾动了心 是怎样的男嘉宾 让谢梦又温柔又野蛮 王树莓的真情流露 究竟为了谁呢 广告很短 精彩马上回来 我是想说 如果今天许敏不跟你走 我跟你走 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 电视机前很多的男生 其实像你一样 自己有很自卑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我们白里挑一的舞台 就是要告诉所有的男生也好 所有的女生也好 无论怎样 真爱是值得等待的 我们也是值得被爱的 所以说并不是说多有钱 或者是多英俊怎样的人 我们要的不是车不是房也不是外表 只是爱人把我们放在心上而已 谢谢 谢谢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你觉得新疆现在要考虑的话 那咱现在就走 咱到附近去玩去 去冒冒险 你想去什么地方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 走走走 我带着你走走 走 就在这儿啊 手伸直该干嘛干嘛 这时候不要做猪猪 要做老狼 我能抱你一下 如果说你要是答应的话 就让我抱你一下 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这后面那句话 我嘴吹起来 别说了 而且我跟你讲啊 作为女人 怎么可能说 我能抱你一下吗 她站在台上说 嗯行 这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怕 全国观众看到了以后 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个子又高 像我这么矮的人 然后抱着她 我不出去被骂死 怎么会骂死呢 从此以后 全国观众知道 她是你的人了 这也是 真真别扭 我觉得一个男人 想到什么 就应该去做什么 而且我觉得今天 你不这么去做 我也要骂你 那前面你说 立刻就走 那去新交 现在就走行吗 行 那我衣服也不换了 我让你一下 出入过定况 那我衣服也不换 咱开始就走 走 好 走了 等等 有东西送给你们 精灵音乐手机 喝汤线手机一对 还有帅康窗电器 小厨房产品一人一份 谢谢 谢谢 现在你们就可以走了 说走就走 别忘了现在买那个 就是冻车子的票 要实名制 买票之前别忘了 身份证 再见 其实这次过来 然后是 抱着自己的态度 想到 能遇到 许敏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希望我和她能走得 越来越长久 之前她 真的不是我理想中那种 像王子般的那种 高高涉害女生 但是最后她还是打动了我 为了我们新疆之行 我很开心 也很期待 好 我们的8号 许敏幸福地离开了舞台 究竟又会有哪位女嘉宾入座 我们今天的8号席位呢 让我们欢迎她 大家好 我叫果金 来自西门 今年24岁 我想造一个 醒藏着的男人 这话一听就是老婆的话 醒藏着的男人 意思在习别吧 其实陕西话特别好听 特别是女孩子讲陕西话 会觉得特别美 而且就像陈雷说的 一说陕西话的女孩 让人马上想到的 就是老婆的心香 真的 这什么男人 怎么讲的那个话 醒藏着的男人 醒藏着的男人 是吗 男人 好 真的希望哪位男孩有福气 找到你这样可爱的姑娘 那我们也继续欢迎 我们今天的小伙子 有请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 早自豪 如果你是三川的 我一定请一次 大大地活活 赵子豪来自成都 二十六岁是娱乐公司的法人 你好 现场所有观众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 以及网络前的朋友 还有所有想念我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要问我 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 你不懂我 伤有多深 伤有多深啊 我现在希望大家 各位美女文哥好 你们好 山上有个搜搜剑 山下有个剑搜搜 二人山前来比剑 不知是剑搜搜比搜搜剑剑 还是搜搜剑比剑搜搜剑 我是一搜剑 在这儿被大家否定了我很伤心 但从另一方面我很开心 因为大家给我了我掌声 是不是 如果你是一朵花 一定是一朵奇葩 如果你是一首孤 一定是神奇的酒窄 如果你是一副花 一定是比较索的四季明花 在这儿很高兴再一次见到大家 也同样希望今天 能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 我的爱情圈圆是 爱上你我愿意 爱上我不容易 好 可能我现在解释一下 我写的这个牌子 爱 一直爱 因为可能经过上一次的 这个挫折之后 大家都觉得好像我话太多 像唐僧一样 所以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对爱情 已经这种梦想破碎了 不是 我真不这样认为 有时候话多的人 是在掩盖他内心的寂寞 我内心的脆弱 好 其实我说 好像我的爱还被摧毁了一样 但是我一直坚信 爱的憧憬是美好的 我相信爱 而且一直去寻找爱 我其实要大家一个智能游戏 可能很多朋友看起来很简单 那是不会玩 而且我今天要玩一首空手道的游戏 看我左边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我马上编一个身份给你们看 看没有对不对 没有对不对 我是扁字架 大家不要笑 这个游戏可能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太会做 因为我以前就不会做 你看后面都在试呢 看没有 有没有 就有不会的 这又不会的 不要轻易尝试 尝试错了 不像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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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的 好 来 谢谢子昊 有请来到台中 直接进入主题 按下你喜欢的号码 好 那我今天就直接插入主题 按上我喜欢的 你上次是他吗 我忘了 当然不是 我说过我经过了一般沉思和选择之后 上次不是他 然后这次你决定选他 对 那你这次又失败了 你又选谁呀 我怎么还没选 你又怎么会失败呢 不是 如果真的是失败了 你姐 你的嘴 我就不说了 你的意思如果是你失败了 是我的责任是不是 不知道 就是王中的眼睛是雪亮 但是我觉得失败了好 失败了你可以再来一次 失败了是我这个红娘做的不合格 子昊的第一印象 这里面其实有几个人跟他很熟 还有一些人对他陌生 咱们来看 男嘉宾很阳光很健康 然后最耀眼的是 他胸前的那一顶帽子 好闪耀 然后我发现你有啤酒肚是吗 没有 你眼睛 你眼睛远色 姐姐望一下 没有 我远色了 建搜搜 你又回来了 我是一搜借 我喜欢叫你建搜搜 就是那个 成都的天气好吗 成都的空气好吗 成都的人民好吗 好想你们 成都的人民比较空 是 我看起来他很开心啊 我想透露一个小消息 刚才凌凌姐在摸她肚子的那一瞬间 她气了一口气 是吗 是的 她等会我偷偷地听到不吸气 就再摸了一下 看看你不吸九度 毕小姐 天呐你终于来了奇葩 因为你的出现 这个舞台从黑白突然变成了彩色 我代表人类 欢迎你光临地球 作为跟你一样的珍稀动物 我一定力挺你到底 帮你找到最合适那一个 真不愧是懂我的奇葩 同类人 小慧 你这个样子给我感觉呢 非常的阳光 衣服呢红色的 鞋子呢是红色的 非常的时尚 你这个形象呢 你孩子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纪磊 这个人你不认识啊 搞笑吧 对 我就突然 好的问号 我觉得 是不是 又多请了一个主持人啊 这个我都刚才想说的 他可以就是 就是代替我 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真的 我也觉得是 真的 像这样的就是 特别成都性格的小伙子 乐观 就是开朗 西安的女孩 是不是欣赏喜欢 我想问你 是不是 就是特别会心疼女生的男生 当然会 而且是从心到外 从里到外的用心 好 那我现在确定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男生 好 所以你要留台 西安女人这么爽啊 我今天 你死对点 我要去西安玩家 总会碰到一个 你说对吧 那么多女孩呢 诚哥你愁啥呀 说句实话 你今天选的这个呢 我也挺有压力的 我自己觉得 我能不能完成任务 我都不知道 没关系 有压力 有挑战才是我的风格 能不能你就自己在那主持一下 算了 我就在旁边 那这样怎么办 你一定一定要支持她 作为奇葩 我力挺她 你力挺她 对对 那你就说 你也赞同 如果说我没有促成她 是我主持人做的不合格 对不对 没有没有 我理解你理解错 就是你把这样一个宽的任务 交给一个 就是超有难度的人 是吧 我 说实话 霓霓姐 要是是别人 我还真不敢 但是如果是她 看在奇葩的份上 今天我一定要帮你当红娘 那行 你做红娘 做主持人 我做福文晓 霓霓认为 如果没促成这段姻缘 是她红娘做的不合格 当中究竟有怎样的玄机呢 某位女嘉宾今天是怎么了 事后她甚至认为 这是她做红娘最成功的一次 福文晓的结局究竟会如何呢 精彩马上揭晓 你做红娘做主持人 我做福文晓 好啊成啊 真的 我还没做过女嘉宾呢 试试夸借 让我尝试一下 做女嘉宾的滋味 就这么容易就换了 成雷 你的搭档换了 我知道你无非是站得有点累 真的 你就放弃我 好像这样对我的压力很大 从现在开始 你的搭档叫胡文晓 我是四号女嘉宾 我觉得文晓 她跑过那种笑容 感觉是面带微笑笑里藏刀 兄弟你离废了不远了 我感觉没有 很想你演就剪 好 在妮林姐做准备的时候 我要先说一下 我像四号女嘉宾吗 四号女嘉宾好漂亮哦 谢谢 这样子的刚才 你像四号女嘉宾的吗 四号女嘉宾 为什么你做到现在始终不走 其实我是一个内心 特别渴望爱的人 我说的是温小的心声 大家也不要被我每天 咄咄逼人的外表 所蒙蔽 貌似尖客 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强悍 表现自己的强悍 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脆弱 我说一下我要告诉你 你要听清楚 不要猜话 好 好 好 告诉你 你知道你为什么 是听自乎吗 被大家称为 我们平常 我代表所有的观众告诉你 你是很有才华 我们欣赏你的才华 欣赏你做老师的口吻 欣赏你尊臻教导的语气 但是我告诉你 百里挑一 今天是来挑选对象 不是挑选儿子 如果你一直要用 教育儿子的口吻 你跟我们说话 你永远找到的是儿子 不是 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去找儿子 也会变成一个儿子 我从来没有用多多必人的语气 当儿子想来教育你 我只在寻找一个 比我更强的男人来教育我 在一个比我更强的男人面前 我甘心做他的女儿 亲爱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百里挑一节目 正式改名为百里挑次节目 要斗嘴还要买 今儿到上海来 直接回成都找不就得了 真的 赵志昊这个孩子好 而且最主要的是 能做一道非常舒服的餐 对 我希望他能找一个 温柔 善良 非常体贴的那女孩子 跟他的重生 我要告诉现场的女嘉宾一点 赵志昊同学是一个 超能吸睛的男人 因为他在生活当中 做了很多项投资 而且每一项投资都是相当的成功 能赚很多 所以现场的女嘉宾一定要抓紧机会 不要放过这个潜力骨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女孩子爱恋她 让我们通过扑克牌来更多了解一下男嘉宾的详细信息 请盘牌 文化公司法人自封是朵奇葩 第二张牌呢是话语犀利内心脆弱 刚才自己也讲过了 第三张牌呢不求天蝎美貌 只求两情相悦 那下一张是内心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什么艰难的决定 这个决定让你站在我面 站在我旁边 我觉得那个男上加男 你就讲嘛 对着我讲可以 没有了 待会儿再讲 就一讲起来我就不是奇葩了 一下子就讲起来我就不是奇葩了 这是一个就是带有高度保密性的决定是吧 对对对 就是现在是不能说 就是重要决定嘛 重要的一定要放在最后了 那别的我们也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可以知道 然后你嘉宾就可以直接问他问题好吗 我想送给你一句话就是 我觉得你是一只怪兽 但是你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你的义务就是打败一只奥特曼 我特别喜欢就是喜欢一号女嘉宾 我觉得她长得特别喜庆 你是吗 长得再喜庆没有你喜庆 就是看到也可以让人很开心 我觉得这是一种天生带来的一种财富和能力 健素素你还是那么健 那东西同样作为成都人 我告诉你我今天一定要支持你 我一定要看你选的是怎样一朵 作为你这个奇葩 你会选择另一朵怎样的奇葩 说不定就是你哦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谢梦 就是你应该说话很坦诚 成都的小伙子话都那么多吗 其实就还好 哪里都有话多的人 但是他就是属于那种 成都的话多的里面 话特别特别多的那种 男嘉宾你好 第一印象到现在 我一直觉得你就是个开心果 的确是一个奇葩 然后如果我觉得你应该去找一个那种歌 你在生活中想欢喜冤家的一个 然后一个女人 然后我觉得那样生活会很多有情趣 但是每天在这种真真草草中度过的话 那你会怎么去看待这样的生活 有限的时间我想更多的去表现 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情感 才会说这么多话 如果真的要平常大家生活在一起 有沟通 有交流 有理解 就OK了 不用再说太多的话 如果我要说太多的话 说一百句 你都不明白我还跟你说什么 如果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 我不用说你都明白我 这才是相爱 书叶我要帮她说一句话 因为上次我们节目中认识了 我知道书叶是一个很居家 很贤惠的女人 其实赵梓浩生活当中 做饭做得非常好 因为我经常在她微博 看到她曬自己做饭的照片 她以为你在家吃过了 那那那那没有 反正只要你喜欢我都可以做 会做饭的男人很少 我觉得你蛮优秀的 给你个机会反击了 没有反击 就是谈一下我最真实的想法 就是跟大家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二号女嘉宾刚刚没有对我评论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是对我无语呢 还是是想说的太多不知从何说起呢 我觉得你好能说 让超没有安全感 然后我觉得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不知道你在这说什么 然后你说的是很多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 还是对你感觉到好陌生 你有一个确定好32岁才嫁的人呢 这个你也知道啊 我觉得 相互把自己给解决了 今天说那么多话 这句话是最管用的 就说明你对我们每一位姑娘 都去尽最大努力去了解 非常感谢你的关注 三号女嘉宾我反正一看到她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张爱玲 我始终觉得你一直在多多多多不停地讲 其实你在掩饰你内心的那份寂寞 但是张爱玲曾经说过 每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的内心 其实都装了一个不可能的人 我特别想知道你那个不可能的人到底是谁 所以说你就快点卸下你的面具 真诚地去面对她吧 不要再掩饰了 我感觉到了你的那份害怕 是因为你站在那个玲玲姐的旁边吗 我不是在卸下面具 因为我想把快乐待在生活和节目当中 包括在舞台上面给观众朋友 都是开心的 如果说她这样的生活方式都接受不了 我们以后在一起也不会走得更长远 好了 子浩 我们的四号女嘉宾 就在迫切地等待你的评价 四号女嘉宾很美 好像也是最懂我的 你说对了 子浩 我为什么是最懂她的 你们都忽略了我手里有一个什么东西 我当然是最懂她的 我们在交接班的时候 手机网交接了 但是子浩 我是知道你的手机上的这个号码的 对不对 你真的如果说是 想让我帮你促成今天这个因缘的话 我觉得你 谢梦说你卸下面具 你说你是真实的 对 你生活中是真实的 但是每一个真实的自己 在面对朋友 家人和爱人的时候 一定是有不一样的一面的 你需要的是 想让你 想要追求的这个人 如果将来会成为你的爱人 你此时此刻 应该用最快的时间 用你的智慧 不管是语言也好 行为也好 去让你想要成为爱人的这个人 感受到 你是一个好男人 你会呵护他 疼爱他 而不是说 你是一个能言善辩的 睿智的青年 所以我说你姐是最懂我的 这是你姐吗 她现在变回了你姐 我是福文晓 福文晓是最懂我的 那我们看一下女孩子们 会为她投票吗 三 二 一 投票 我不能看是不是 当然了 女嘉宾请你慎重 那其实这个结果呢 子昊我觉得你应该感到欣慰 真的 因为在台上男嘉宾当中 这个时候算很好的对吗 那当然 对 先可以选择看一个女嘉宾的 就是录像资料 然后再进行提问 郭靖 大家好 我叫郭靖 今年27岁 我来自西安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人 我来上海一年多了 我现在在一家贸易公司 做营销助理 我每天的工作呢 就是处理一些订单的问题 还有电话拜访客户 我除了工作之外 平时生活中喜欢唱歌 打台球 然后特别喜欢游泳 我在工作之外 其实是一个 活不开朗 爱挖安尿的女生 有时候我会特别温顺 想两一人 但有时候我会 纷纷电电像两男孩子 大家好 我是郭靖的同事 在办公室 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 她会突然发出 一声诸教 或者跑到我面前 来做个星星的怪脸 郭靖加油 你是最棒的 郭靖 我是荒荣可以吗 你愿意吗 不管是在武侠小说 还是歌曲里面 郭靖和荒荣 永远都是一对 对不对 但是今天你是郭靖 可惜我告诉你 我做不了荒荣 好 谢谢 那下面这个环节 就是看你 对哪些女嘉宾 有问题要提问了 我想问一下 四号女嘉宾 你可不可以改变一种方式 不要像教育儿子一样 来教育你的对象呢 其实 我四号女嘉宾福文小 其实是内心特别渴望爱的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 能够在瞬间驾驭我的人 我也始终相信 人在第一瞬间 也许是一天 一面 或者是几分钟 几秒钟 就能建立 我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 如果我觉得这个人 是我的菜 跟我是合适的 其实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 不是你们想象的 好像拒绝一切 不是 我是一个渴望爱的女人 我只是一个小女人 不是你们看到的 平时的咄咄逼人的福文小 在打理挑衣这个舞台上 我们不要考虑 别人怎么看我们的 对 只要考虑一件事情 我怎么向我爱的那个人 去表达我自己 让我揣示一下 这时候就和刚才不一样了 当然 对吗 任务越明确 动力越强大 来 微信越焦躁 对对对 我们先来看看女嘉宾 这个最后一轮表态 好吗 来 准备 分排 某位女嘉宾今天是怎么了 好 其实我告诉你文小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我是帮你做的 也是帮子昊做的 我上一轮就提醒过你们 有一样东西在我手里 全场只有我一个人 看过这个手机 在这个手机上 子昊瞬间进来 按下的号码就是 四号 服文小 而且我还问了他 你上次选的这个 他当然不是 他说这是经过他 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考验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走过的 在我这个红娘 资深红娘 我做了12年的红娘 在我有很多人 我认为是跟你很相配的 我说句实话 是配得上你的 也是充分可以满足你 既做女儿 又做妻子 又做母亲 又做朋友 这样一个角色的 可是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依恋这个舞台 每一次都说不 每一次都是拒绝 我当然不愿意 永远做钉子户 而且妮妮姐今天选择 我想我奶奶会很开心 因为上期节目播出之后 我奶奶就盯着我跟我说 她说那个男孩子好好哦 真的吗 真的真的 我奶奶就喜欢这种面相 就是脸又很圆 又很喜庆 她觉得很开心 生活习惯还接近 对对对 又都是四川人 老人家喜欢 就是离得近一点嘛 但我当时就跟我奶奶说 我说不行了 这个人可以当我哥 但是应该不能当男朋友 我想我还是走过来了 走到你们的身边 和你们交流 可能显得更自如一些 这样 门晓 你站在 我们女嘉宾的位置上 子浩 也许我做这个决定 很多观众都会骂我 不管子浩 今天真的是不是 你由衷想选择的 我代替你把这张牌 留到了最后 至少它是你的四川老乡 至少你们俩交流上 没有障碍 至少你们都非常的睿智 至少你们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朋友 今天呢也谢谢妮林姐 其实也说了很多 我觉得也是我的心声 也像成雷哥说的 现代人都觉得选择太多了 并不是追我的人多 而是我们潜意识里面 觉得现在资讯那么发达 网络啦 电话啦 每天我在遇到 很多很多的人 就会觉得每天 都有无数的选择 可是当这些选择 其实参加百里挑一以来 真的也遇到很多机会 像真爱网 也有很多打电话的说 某某某男士条件很好 然后一开口就说 年薪怎样 月薪怎样 条件有多么多么好 我就突然之间觉得 爱情这个事情 有一点变味了 我觉得不应该是 挑萝卜挑青菜 所以就更加的迷茫了 想真的是这样子 别想那么多 也别迷茫 早晚命运会给你 一个妥贴的交代 对 我想也会 首先我特别要谢谢你姐 刚刚讲了那么长的一番话 就是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 而且我对你的话 特别有信心 做了12年红娘的人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眼光 我想告诉文小 相信你姐 相信我 我倒不是一定相信文小会选你 我是相信文小想离开这里 我相信你姐做12年红娘的 我还没有感觉到你的真诚 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何决定 但我确实是想离开了 文小 其实你看我走这么几步的路 走得很慢 其实我一直在思索 到底要怎么样去跟你说 刚刚我拿着这个东西的时候 隐藏了很久 但是不小心也被人看到了 你等会儿 他问我说 这是什么 小张 你等会儿 你 你 你什么 你不会 不会那么俗吧 你不会那么俗吧 就拿个钻戒来了 没有 我以为 你这算是 没有 什么意思呢 拿钻戒多俗呀 更何况是对福文小 怎么能用这么俗的方式和东西 是我精心挑选了一个贝克的盒子 但是为了你 我愿意俗这么一回 什么 你还是拿了个钻戒 福文小 请允许让我叫你晓晓好吗 你可以 你真的是 我没有看错吧 还是个钻戒啊 三克拉的 三克拉的 赵子浩 钻石要不要那么大 我真的是哭笑不得你知道吗 赵子浩 你说 你的脆弱我懂 我的你也懂 我不想示弱 是因为 我觉得 别人没有必要 为你的痛苦去负责 我也希望生命当中 多一些 可以对我负责的人 比如说亲人 比如说爱人 或者说朋友 能痛痛快快 一场就好 可是我觉得这个选择会很困难 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决定 我是一个慢热的人 我真的不是 你刚刚说了 人生当中 你要扮演很多种角色 也不同意 让我们先从其他角色开始 好不好 我可以叫你哥吗 没有 你就是我妹 哥 我是那个愿意送你钻戒的歌 不要为难我 我是那个愿意送你钻戒的歌 我觉得你会幸福的 其实我们以兄妹的身份 还有赵子豪 其实你跟我一样 是一个内心很飘忽的人 你觉得吗 所以飘忽的人呢 很不容易沉定下来 我们不能够在一起的 两个飘忽的人在一起 你不觉得 整个世界都飘掉了吗 没有 我觉得两个飘忽在一起 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精彩 不行的,赵子豪 我们一起找 找到那个可以把我们扯到地面的人 好吗 怎么又叫我赵子豪 我是你哥 哥 哥 我要去念你的脸可以吗 因为我奶奶说 你的脸很可爱 那我念一下你可以的吗 你不要逃 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 有多少幸福 有多少幸福 我劝你 我劝你 你先把戒指放在我这儿 等录完节目你再考虑一下 要不要真的就送给你妹妹了 没有,只有我妹妹想要 我就可以给她 三克拉 一辈子我可以赚很多三克拉 那哥我送你走吧 我们一起走吗 对,我牵手送到你上去 笑灿烂一点好不好 笑灿烂一点 拜拜哥 再见子豪 有兴趣下次录像的时候 来看看你妹妹 说不定哪天她就改主意了 因为她最近可以天天看到 你送那个三克拉的戒指 三克拉的戒指 不好意思还在我手上 她没有接受 紫浩再见 紫浩今天记住 所有人跟你说的话 再见 其实我现在心情特别沉重 我说句实话真的 特别特别重 在这个台上 其他各位女嘉宾 我都不是特担心 其实真的挺替文小操心的 我说句实话 因为你比我年轻好多岁 在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也有像你类似的个性 真的 文小 不要每个男人都拒绝好吗 不会的 说不定明天遇到那个对的人 立刻就在一起 没有可能 看了很多文小的节目 当我每次看她在网上 有很多人去评论她的时候 去说她的时候 我心里那种感觉 可能大家会体会不到 如果你懂啊 你能体会 不管今天怎么样 我觉得 文小明白了我的心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是陈宜 来自上海 然后常去新加坡 请大家一条见证 这奇迹的时刻 陈宜 来自上海23岁 是人事总经理 我是一个魔术师 我父亲是一名画家 我现在在他的画廊里工作 这是一个魔术师的标配 我的魔法杖 跟我的恋人是一样的 重要 那你为什么不也像子晨副业也学习绘画 也做一个画家呢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的话 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事业 应该由我们自己双手来得到 而不是像所有的富二代一样 是家里面的很老 你觉得自己是富二代啊 可以这么认为吧 那你爸爸应该是一个 比较有名的画家 还好 有没有带爸爸的作品给我们看看 没有啊 我不希望生活在父母的光环之下 那为什么我要把我的光环带回来 陈怡的父亲著名画家陈无济 他的画廊坐落在上海五角厂 国顺东路 画廊里都是他自己的作品 每幅画的标价 已经高达每平方十三万元的高价 关于我父亲的话 他是一个国画大师 然后是一个在绘画上面 比较创新 比较有自己的理念的一个国画家 然后这些基本上 我这边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作品 都是我父亲的 从山水 花鸟 人物 等等等等 他都是有涉及到 他是个当时被陈佩秋 陈老太太当时称为 最张大千的画家 我是一名原始副经理 但是其实我是一名魔术师 为什么我会喜欢魔术师这个行业 是因为他是很浪漫 很神秘 很有挑战 而且很能洞察别人的一个行当 一个男人他的事业 是应该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的 而不是应该靠父母 陈姨我跟你讲 其实魔术是让人感觉特别刺激的一项艺术 是 对 在清廷音乐手机上按下 你喜欢的女生号码 你喜欢她 对 她已经选了一位女嘉宾 请我们各位姑娘告诉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她长得好有创意 还长得蛮可爱的 长得很有创意 就她有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一个嘴巴 好 你好 看你的第一印象呢 感觉非常的绅士 还有呢 这个燕尾服啊 非常有那个正牌魔术师的感觉 太好玩了 我们是要就是 你跟每一位女嘉宾一说话 你眉毛都会跳舞 那 如果我们这边的摄像老师给她一个特写 让她跳一段眉毛舞好了 没有她的眉毛为一个平台做代言 就耐克 可以这样 然后她如果再配上这个动作的话 那就完美了 赶紧表演一下 我们都很期待对吧 是怎么样 左面弹 右面 是有吗 非常谢谢各位的 第一印象对她的点评 那我们也马上翻开扑克牌 看看还有哪些信息呢 请翻牌 艺术品公司经理年薪十五万 新加坡生活过十年 是一位兼职魔术师研究心理学 能洞察他人心里 父亲是画家 不想继承 副业 那这个艺术品公司 其实就是爸爸的画廊 对吗 对 里面是专门卖爸爸的画 还是也经营其他画家的画呢 就独卖自己父亲的画 就爸爸的画 对 研究心理学 是业余学心理学 还是说 就每天都在研究 我一直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嗯 我是一个很孤独的守望者 每当走到一个地方 每看所有人的脸上的表情 你就能分析出她的内心 能猜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好 现在请你告诉我 我们台上的十位女嘉宾 你们都不要说话啊 每个人就做一个相对固定的表情 然后让她告诉我 告诉你们 你们心里在想什么 一号穿在想什么 她现在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她现在是一副 诶 你能不能猜出我现在想什么东西的表情 你刚才说呢 你是研究心理学的 那么想请问你学到了什么呢 你对我们这么多女嘉宾的心理都特别的了解吗 不 刚开始进行接触的话 是没有可能进行一个很详细的了解 只有在不停的聊天 不停的对话当中 我才能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 很想 有一部美剧叫做Light to me 有一部港片叫做独心神探 你是不是很爱看 有没有 有没有很爱看 OK 当然有啊 你看 你刚才说No的时候 眼神向右边偏移了一下 这个眼神表示你在演示 还有你现在的姿势 男人如果站得稍微有一点就S型呢 可能内心会有一点忐忑 除了一个你看站得多直 你看我说完立马站很直 有没有 OK 这个站姿是我 比较习惯 戏风对手了吧 舒服的那种感觉 好 对Light to music看第一季 而独心神探我不屑于看 哦 好 猜有谁 子萱 对 你就猜子萱现在想什么 你不是研究肢体心理学的吗 他想问你什么呢 嗯 有很强的表演天赋 可以继续 我猜出来他的意思是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 最后一位 你笑得我有点发毛 可以告诉我 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吗 嗯 嗯 你不是说你学心理的吗 然后我们这个十个女嘉宾 其他人你就不用管了 你就管一个 六号 你觉得他会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会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应该是责任性的男生 因为是女人都喜欢有责任性的男生 是你这个型的男生吗 以后可以慢慢发现 现在还不知道 嗯 我来回答一下正确的问题答案 首先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在想 今天看到陈磊哥哥觉得好亲切 然后 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不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就是吴彦坤那样的 嗯 你都不知道吴彦坤是谁吧 对 作为魔术师这个都不知道 对 对 你这三个星期 这三个星期 如果你不知道吴彦坤是谁 你就落幕了 看他第一页嘛 嗯 就觉得他像 漫画里走下来的工程新衣 很假 我不知道假在哪里 但是就是 看来我们的魔术师男嘉宾 并不知道叶子萱 和吴彦坤的故事 他当场表示 想要点看子萱的素颜短片 我们的外景情报员王某某 也应观众要求 为您带来子萱的 最新近况 网上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说 你整容了 那你真的整过吗 嗯 我觉得整容应该不会整的 像我这么失败吧 因为一般就是被别人质疑整容的 都是那些大美女 可是像我这样的女生整容算漂亮 可是这个像我这样漂亮层次的 应该拿不上一抓一打吧 好 那咱们投票吧 准备一下 三 二 一 请按键 你也可以回头看一下 哇哦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你看到全翻了 你觉得非常好 对 那是为什么 因为有心理准备的 哈哈哈哈 失误 对于魔术师来说 是成功 的开始 好 来我们简单说一下 不给他投票的理由 以前来过一个人 他误以为自己是诗人 其实他是邪心 今天来了一个人 他误以为自己是魔术师 其实他很周星驰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叶子轩 你为什么拒绝 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我现在想要的爱情 是那种比较安定安稳的爱情 像这种比较浮华的 我爸爸他说过那个就是 最好还是要就是找一份 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的 我的爱情会比较好一些 季磊 很嘉宾 我觉得 你有可能 也许人家会觉得你 比较幽默啊 很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 其实你在这个台上 一直在掩饰自己 你是一个很容易 很怕受伤 然后其实很怕别人 在否定你的人 所以当后面的牌 全部都密掉的时候 你有大笑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大笑背后 其实你会觉得 有一点没有面子 或是有点失望 或是怎样 但是我觉得 在台上应该把 更真实的自己 展现给我们 这十位女嘉宾看 让我们十位女嘉宾 能够很真实的了解你 而不是 只是 好像像演场戏一样 就像变魔术一样 人生不是在变魔术 你知道吗 告诉你 告诉了你 所有的人最后 没有给你亮牌 翻牌的原因 但是依然是一张灿烂的笑脸 你之前的选择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我现在可以马上 我现在可以马上为大家揭晓 你需要做的选择是 是不是需要继续向她 表露真情 勇敢地表白一番 看看她是会接受还是拒绝 愿意吗 愿意 好 她选择的是 6号叶子轩 来有请 子轩 请出列 其实子轩 我想说 你可能会认为 一个魔术师 她的表白方式 可能会很华丽 很浪漫 但我会告诉你不是 因为 学习魔术 广大的魔术师 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另一半更加开心 让身边的所有人更加开心 仅此而已 我可能现在一无所有 我不可能跟你变出鲜花 不可能跟你变出钻石 我不可能跟你变出一档房子 一辆车 但是 我相信 仰手空空的我 我能继续努力 靠自己的意识 不停地往下冲 爬到我所要的顶点 之后 我能给你带来稳定 你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男生吗 男嘉宾 男嘉宾 谢谢你 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 我一直以为 这个舞台上 会再有人会选我 还一直以为 还是会有人骂我 或者怎么样 我今天很感谢 你可以 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选择我 并且在我没有为你留牌的情况下 还是坚持 给我把 坚持和我表白 男嘉宾 我知道 其实刚刚透过很多聊天的言语 你是一个条件还比较优越的人吧 可能说 我觉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现在 可能说 我不像以前那么的自信 我会变得有那么一点自卑 我会觉得像你这样的条件的人 太容易伤害一个人了 会觉得你不能给我安全感 会觉得 可能 跟你在一起 我会受伤害 我在这个舞台上 我以后再也不会说你是一个好人 这样的话 虽然我从心底里 真的认为你是一个好人 男嘉宾 谢谢你 好 子萱的拒绝 都像一次心里的开导 成人要说那句话了 刚打开电视的人 千万不要以为他俩是恋爱 好 谢谢 来 顺着你来的舞台 和大家说再见 陈一也这么一白来 得到了小叶的一个深深的拥抱 好 反正失败惯 就会出现更多的自信 我感觉 还是觉得自己可以 你好 我是来自韩国的 请多多关照 谢谢 何志松 来自韩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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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韩国帅哥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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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人 是说明您的表情 和您要说的话 完全匹配 这就说明 他是一个不掩饰自己 完全敞开自己内心的小伙子 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我来中国五年 五年了 一直学中文 是 是 英文也是 你应该说 是啦 是 很紧张了对不起 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 都喜欢听韩国歌 你会唱歌吗 可以 唱什么 我唱野蛮女友的 I believe 一点点 一点点 来 I believe 肯定隔队有什么 I believe 那里面 一旦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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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们都会怀疑韩语不是你的母语 你已经跑到首尔去了 来 80票到台中咱们再聊 十位女嘉宾 请你先选择一位 留在我的手机上是你比较心仪的号码 这么坚定啊 毫不犹豫 来 来说一说 对这位韩国帅哥的第一印象 易涵 你好 你好 我想用韩语跟你说一句 好的 谢谢 他说什么 他想叫我好朋友 和你叫朋友 丽童 意思就是他不会选我对吧 不是他不会选你 是因为他只会说这一句韩语 对吧 这句话一听就知道你在中国待了五年了 能听懂言外之意 莫莫 你是不是要跟他用韩语交流了 是的 你好 你好 我叫莫莫 我叫莫莫 我也很喜欢吃饭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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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莫 你说啥呀 她的韩语好还是不好 好 非常好 你说什么呀莫莫 我说你好 我叫莫莫 我也特别喜欢泡菜 见到你很开心 哦 嗯 你看上去那特别的帅 感觉像是电视里面看到的韩国明星一样 谢谢 一定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的 谢谢 紫萱 虽然说现在卢小玉不在 我由副会长 外贸学会的副会长容身为了政会长 我代表所有这个会 表示你已经通过了我们的审核 只不过我叶紫萱现在最讨厌的就是帅哥 我感觉你外套挺好看的 听懂吗 听懂 你穿的也很性感 谢谢 你能听到闪西话耶 我不相信 我感觉你这样也挺可爱的 你也很可爱 谢谢 天呐 你好棒哦 我觉得她的她的中文老师是带有陕西口音的 所以她今天特别熟悉 也有可能 就是说说明她真是努力地学习过中文 居然能听得出 你还能听懂中国其他地方方言吗 你来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 死参话听不懂啊 死参话 听得懂 听得懂 说 你爱吃火锅不嘞 你爱爱吃火锅 我完全听不懂 所以建议你今后选恋爱对象的时候 你可以选北边的西边的姑娘 就是南边的中部的姑娘 你尽量少接触 好 来 树叶 我在一直 然后我今天好像是最淡定的 因为我一向都不是帅哥的菜 所以我不会再犯出那种花痴的样子 我前几期的打击已经够深了 还有 可是她都是否认自己是帅哥 不是 因为她有我喜欢的酒窝 我每期都说我喜欢有酒窝 那她笑起来这边酒窝很深 她说的话你听懂吗 她笑了我的酒窝 她笑了我的酒窝 你都知道这叫酒窝 对 但是你只听到了她喜欢你的酒窝 但她说她不喜欢长得太帅的 因为我已经绿绿瘦得托着 我觉得我从来不是帅哥的菜 她说她之前因为被很多帅哥拒绝过 她认为 我听得懂了姐姐 好 谢谢各位女嘉宾 那现在呢 我们就先来看VCR认识何先生 你好 我叫何志宋 来自韩国 今年25岁 现在在复旦大学读书 我为什么选上海这个城市来读书呢 因为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很美很大 很有前途的一个城市 我平时在这里呢 除了学习之外 一般看书 看电影 或者健身之类的 我的人生歌也是 宝剑 蜂虫 牟利出 美化 上纸 苦汗来 何志宋 你是最棒的 你又帅 你又又柴 像百里挑一 你一定会成功的 加油 这个你当过兵的时候是不是 在中山 在韩国 在韩国当兵 韩国每一个小伙子都要服兵役 对 这是 主编的是我的妈妈 妈妈 那边呢 表姐 表姐 现在在韩国 都在韩国 都在韩国 妈妈是做什么的呢 妈妈是做唱话老师的 这是什么 拔火罐 拔火罐 这个照片你也给我们看啊 这是你在拔吗 对 你喜欢中医 对 最难 好 那我们再来翻开复课牌 继续了解 家族运输企业 上海读的中学 现在在复旦就学 在韩国有房有车 喜欢滑雪 爱浪漫 你说你在上海读的中学 对 这什么时候 爸爸来带你来 还是什么原因 妈妈叫我来上海 爸爸妈妈没陪你来 是你自己来上海读中学 我一个人过来 为什么你要选择在上海读中学 读大学 上海是在中国 不是最发达的城市吗 那你在上海哪一所中学呢 在新红桥高级中学 哦 新红桥 你们家族是搞运输企业的 对 是从韩国往中国运 还是 现在还没有韩国往中国 就是韩国近内 韩国往日本 韩国往日本 就是物流实际上是 对吗 哦 那你为什么不打算回去 帮爸爸妈妈继承家族的运输企业 反而想留在上海发展呢 因为最好是我自己 用我自己的能力找过企业 那样的话 妈妈爸爸也会开心的 谈过中韩女友 喜欢温柔女生 中韩女友 是什么时候谈的 中国和韩国都有 分别有几个 韩国女朋友三个 中国的朋友两个 哦 哦 我想问你 你说你喜欢做那个浪漫的事 那你会陪你的女朋友去看大海 然后看电影 然后去游乐场玩吗 对 对 嗯当然 嗯 上课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 拿着花 戴着口罩 戴着口罩 嗯 为什么戴口罩 害羞呀 一边给花 一边表白了 嗯 你到上海外国大学做的这件事情 上海外国大学 哦 你到上外去 上外 上外老师好 是个好学校 对 理解年轻人 对 那最后成功了吗 成功了 成功了 这就是你所谓谈谈过的 一位中国女朋友 还是韩国女朋友 韩国 韩国女孩 你觉得最浪漫的事情 你讲过了 但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 就是像韩国电视剧一样 我特别喜欢看韩国电视剧 然后你愿意跟我一起演一演吗 那莫莫你说哪一段 蓝色生死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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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怎么说 来到台中央 我从来没有追求 王树叶的真情流露 究竟为了谁 守卫韩国男嘉宾的出现 会得到女嘉宾的青睐吗 精彩不容错过 是 呢 我发现出中国的社会 我是 你是否 eric 是 阿姨 其實是 你 便是 更 bene 我 男生 到 heck 我 Oh look at Where is huge 这没有 ILL fiance 是我 我不是 我在 我 但是呢 能不能做到自己的作品 所以 我也很想做到自己的作品 你知道嗎 對 對 男主角忘詞了 其實不是 就是他最想演的是《男色生死戀》 但是我其實最想演的不是這個 你最想演的是什麼 一起演給你們看就知道了 對 你很想演的 你很想演的 我看你了 你很想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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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我會穿著 對 韓國 韓國去死就去見了 去見 沒有 謝謝 莫莫演得好投入哦 真的 演得怎麼樣 他們做得非常好 他們做得很好 你沒有去那個韓國KBS 真是可惜了 莫莫,你覺得他演得怎麼樣 第二個才是真實的 他演得很好 第一個不是 對啊 就你這樣摟著他的時候 你沒有安全感 沒有 你體會到他什麼感覺 就覺得他很怕 他肯定怕 他一開始笑的 他喜歡那個溫柔女生 我覺得不是的 他喜歡野蠻女友 看出來沒有 真的 謝孟這樣在後面 摟著你的時候 你真的害怕嗎 不是害怕害羞 主要是沒戴口罩 他顯得我成什麼了 遺憾 我特別喜歡看 《浪漫板屋》的那個韓劇 但是我特別喜歡 我們裡邊那個 任唱的那個三隻小熊 你會唱嗎 好棒喔 風車雲 不容易 但是像你這個身材不像三隻小熊 像三隻小鳥 又出這個難題啊 但是解答得很自如我覺得 還有人願意繼續和他交流嗎 如果沒有,我們來準備投票 來 三、二、一 你這是幹嘛 我讓你這樣冰暗 暗是就不要你了 是嗎 不暗才是要你 你應該 你這樣 沒關係,目前還有人想要你 你有機會了解女嘉賓 你想看誰的VCR 我想看9號的VCR 9號 Hello,大家好,我叫王書葉 我現在在一家傳媒公司做行政助理 每天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 然後下了班以後為了犒勞犒勞自己一天辛苦的工作 我會經常做幾道我自己愛吃的菜 像我做的番茄炒蛋 絕對是比別人好吃哦 我喜歡的那個類型一定要是那種成熟穩重 我在他面前希望我是那個小鳥依人型的 大家好,我是葉野十幾年的好朋友 咱倆從初二時候就相識咯 每個週末都會主動來找我 因為我出去玩 可是我被他搞得好煩 有時候不想出去 但由於姐妹情深又不得不答應他 所以肯請在場的各位嘉賓 幫幫忙趕快把他帶走吧 葉野加油,你是最棒的哦 你哭什麼呀 究竟是什麼讓王書葉累流不止 精彩馬上回來 你哭什麼呀 嗯 問問小何 你覺得為什麼我們書葉會突然之間哭呢 知道我什麼做錯了嗎 你沒有做錯 你就覺得自己是自己的責任是吧 你沒有做錯沒有做錯 好,書葉穩定一下心情 其實 嗯 因為在這邊那麼讀起來 首先他是第一個 我很驚訝的 真的很出乎我意料 第二,我看到那VCR裡面 我真的很想脫離我的單身生活 而且那個朋友真的是我十幾年來的司長 他也在上海 我發燒感冒的時候沒有人照顧我 他會從那個很遠的腳去 他會送感冒藥克森藥給我 他也有他的戀情 但是 我每次只有拖著他 我不知道找誰 我本來就是個很努力的人 我爸爸媽媽很關心我 但是我不想讓他們擔心 我想讓他們知道我過得很好 我也是從小時候開始 一個人在上海生活 書葉 加油 書葉不哭了 他給你鼓勵 看你這個情緒開始感染人了 你再看你身邊的郭靖也開始了 你知道嗎 現在城市人口的流動 在異鄉生活的人很多 心中 有委屈的人也很多 你怎麼只給他不給他呀 還有一個也在哭 用完了 用完了 他為什麼哭 他為什麼哭 告訴你 因為他講的事情呢 讓他突然間覺得也深同感受 咱們先讓他們兩個平復下心情 你還有問題要問其他的女生嗎 可以嗎 可以 我想六號三號 三號 可以 如果我們兩個明天約會的話 你想做什麼 如果明天我們去約會的話 那我們就先去美國 然後在某個人面前晃以前要很甜蜜的那種 去美國 你先說你願不願意吧 他如果明天約會 就去美國 去洛杉磯 然後到某一個他認識的人面前 互一起秀一秀你們彼此的恩愛 太浪費錢了 如果明天約會的話 我想 想去吃韓國泡菜 什麼 想去吃韓國泡菜 太好了 不用花錢 家裡有 很多 很多 家裡是買的還是自己做的 媽媽做的 媽媽做的 好 還有要問嗎 沒了 我想問 但是他還沒有 初夜要回答問題了 如果你問我明天去哪裡約會 第一我想 希望你陪我去看一個加勒比海道斯 第二我希望你陪我去金山看海 因為是在上海 第三 有樂場的話 我希望你可以陪我去歡樂鼓 哇 嗯 你覺得行嗎 你知道嗎 一天一天你每過都惹 我沒有讓你在一天內去答應我這事 因為我跟我以前男朋友談了兩年 他一天都沒有答應過 我告訴你啊 早上先去金山看海 然後下午去歡樂鼓玩 玩完了之後 晚上去看加勒比海盜 知道了嗎 好 謝謝 問完了 嗯 姑娘們 願意繼續給他機會嗎 請投票 這位姑娘是一號一韓 來有請一韓 我們進入敢曬敢見真 唐是真情表白時刻 你也沒有跟我說話 我也很難過 然後呢 我有很多韓國的朋友 我覺得你們的生活應該是那種特別有情趣 但是 就是我很喜歡的那種 所以我站出來支持你 然後你也是 就是我比較喜歡的那一種 謝謝 好 你請站上前 其實我 來這裡之前 我的心裡面已經決定好了 有一個女生 對不起 對不起 沒關係 沒關係 謝謝一韓 請坐 好 小河你就站在那裡啊 那麼在手機上留下的究竟是幾號女嘉賓呢 九號 九號 舒爺來 舒爺不要像一個瘦氣包一樣 有人選了應該開心 幹嘛嘟著嘴啊 黃雪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好像不認識我 但是我認識你 我在前一段的時間 節目當中看到過你 你關注過我 你關注過我 對 那天 你 為了男嘉賓 記起來 然後 為他喝湯 那時候我真的 非常 羨慕他 很希望 他就是我 但是 但是 但是他拒絕你了 我還看到你 哭了 對我來說 也是心裡很痛的很痛的感覺 哦 所以 今天 我為了你 帶過來了 我自己做的泡菜湯 給你哦 我不知道 好不好吃 你 可不可以 嘗一嘗嗎 謝謝 妹妹 你這喝的不是湯 全是眼淚啊 我真的很感動很感動 加了那麼多氣 沒有一個人選我 每個都拒絕我 我覺得我很自白 當你上來的時候 我很想說你是我喜歡的類型 但是 看到 我根本就沒有想到 真的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害怕 他 家人的反對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他 很喜歡他 而且 他各方面條件都很好 我很想為你做菜 然後哪怕做的不好吃 也希望你笑著把它吃下去 但是 我家人真的是個很傳統的人 你願意跨過這道難題嗎 你先給我幾乎一下 我說服你的爸爸媽媽 面對如此激情的男嘉賓 王樹葉將會綜合選擇 精彩馬上揭曉 我家人真的是個很傳統的人 你願意跨過這道難題嗎 你先給我幾乎一下 我說服你的爸爸媽媽 好幾乎 我覺得這句話 讓很多人無法拒絕 可是我從小都很聽大人的話 其實 就是 我從來沒有追求過自己想要的東西 包括愛情 我 真的很想說我很喜歡你 愛情光想說有什麼用 還得就接受吧 這時候不是講禮貌的時候 我 我今天也為他做了一道菜 本來是想送給他 作為中韓友好的一種關係的禮節 我帶了我早晨大清早起來 親手紅燒的獅子頭 謝謝你 謝謝 你看我們中國女孩子多好 吃了一口泡菜就還給別人獅子頭啊 這不是等價交換我覺得 太大了 太大了 好吃嗎 很好吃 帶回家 謝謝 菜不是人啊 看到這兒我都糊塗了 吃也吃過了 抱也抱過了 那就算牽手成功了嗎 算吧 這還不算 不要像回家的誘惑一樣 他都不懂 什麼意思 他不要我嗎 就是說別的女人要是喜歡你了 你不能去喜歡別的女人 當然 我知道 你喜歡用韓國的產品 但是因為你今天愛上了一位中國姑娘 我希望你今後多運我們中國產品 有兩樣給你介紹 一個是精力音樂手機 核糖系列 核糖系列 一個是帥康廚房品氣 好嗎 謝謝 你會愛上中國貨的 謝謝 每當看到有這樣的時刻 我覺得做這個節目時間再久 也是值得付出跟努力 是 再見 謝謝 謝謝